歡迎再次收看 我們明治台灣學堂 台灣建國學 各位觀眾大家好 許慶熊教授 觀眾朋友 主持人大家好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將探討的主題 是一個相當的嚴肅 並且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台灣建國學播出 至今已經有一段時間 也引起各界廣泛的討論跟共鳴 當然支持的論點也不少 但是各式各樣的反駁意見也很多 尤其是同樣主張建國運動的朋友 這些捍衛台灣主體性 在相同理念的學者與組織 在最近很多場合一再告訴許教授 您主張台灣建國就好了 何必主張或者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針對這一點 許慶熊教授可不可以在這個時間 給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許老師請 甚至是最支持我 也最支持台灣建國學的學者跟組織前輩也指出 許教授你在台灣建國學中所主張的廢棄中華民國體制 台灣應該宣布獨立 台灣應該策定新憲法 台灣應該申請加入聯合國 這些說法我們都很支持也都很同意 但是你何必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屬於中國這樣的主張我們很難接受 他們還提出很多的證據 就青山合約 中日合約 台灣關係法等等條約 都說明台灣不屬於中國 或是台灣地位未定 也提出外國學者也有很多贊成 台灣法地位未定 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樣的說法跟主張 因為他們這樣 而且不只是一個場合 在很多機會很多場合 這樣使我不得不今天來再次說清楚 台灣的建國運動在解嚴 解除戒嚴30年來 一直在衰退中 力量一直在消失中 如果再這樣拖延下去 結果將使台灣建立新國家遙遙無期 所以為了強調建國的急迫性 建國的必要性 目前台灣維持中華民國體制的危險性 喚起台灣人民的危機感 及早形成建國的意志 因此才一再指出 台灣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之下 台灣已經是一獨立國家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甚至結果會使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當然就是屬於中國 所以台灣維持中華民國現狀 等於是指台灣屬於中國 為什麼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蔡英文總統一再講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屬於中國 這個是一樣的道理 除非你能證明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中國的政府 不是中國的舊政府 中華民國從來沒有代表過中國 中華民國是一個完全跟中國沒有關係的另外一個國家 否則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台灣當然跟中國有關係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因為這樣我才一再地想要指出目前維持現狀 台灣就是屬於中國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代表中國的舊政府 過去也代表全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一個合法政府 所以台灣屬於中華民國這個現狀沒有改變 很難除非是兩個中國 否則很難說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個不是我說的 事實是這樣 是 剛剛許教授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繼續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坦白說很難跟世人說明清楚 你要去切割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我覺得從以前認識許老師上許老師的課 將近十來多年 會有一個現象 我常常講說許老師從左邊 從統派支持統一的學者們或者人士 會去批判許老師 他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但是為什麼要主張建國 右邊 從光譜的右邊 主張台灣建國運動的朋友 會去批評許老師 為什麼要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的歸屬問題 為什麼是歸屬於中國 或所謂中華民國 基本上就是等於中國 所以許老師用意深遠 也用心良苦 很多人理解 但是很多人仍然沒有辦法接受 尤其是沒有辦法接受說 為什麼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主張 這邊針對這一點 可不可以請許老師 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許老師 很明白的 很清楚的 我必須在這裡 再一次的說明清楚 我沒有必要主張 台灣屬於中國 台灣屬於中國不是我說的 台灣屬於中國是一個事實 是我們台灣人現在支持的中華民國政府 台灣人大多數主張繼續維持的中華民國現狀之下 必然的結果 台灣屬於中國這個事實 是台灣人自己坐檢制服 所造成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古巴不屬於美國 我們都知道 古巴怎麼會屬於美國 如果有人站出來說 古巴屬於美國 古巴是美國的一部分 這樣說的人 人家會把他當成什麼 當成瘋子 我說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些到今天 大家還不能認清 台灣維持中華民國體制 七十年來 已經不可能讓台灣的法地位位定 也不可能讓台灣不屬於中國 能說清楚 甚至不可能讓台灣已經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這些我們在台灣建國學的節目中 也都舉出海內外 國際社會各種事實、證據、理論 一再的說明 所以在這邊 我不再再說明這些很多的證據、理論 我只特別強調最致命的原因 台灣為什麼屬於中國 台灣為什麼還沒有獨立 台灣的法地位為什麼是已經確定 基本上最致命、最殘酷的原因 是來自台灣人民 還有現在維持現重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 自我的主張、自己的主張 外交部自己的主張 外交部長的主張 中華民國總統的主張 中華民國執政黨的主張 不是我的主張 是他們自己主張 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為什麼 首先 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 跟中華民國這部憲法 都主張台灣屬於中國 不相信 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弄清楚 這個政府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也是所有台灣主流民意支持的政府 所以你、我、你、我 包括我也有責任 我們納稅支持的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 或所謂台灣人選出來的總統政府 他主張台灣屬於中國 我們自己的憲法 政府的外交政策 已經主張了70年 始終如一到今天 那我們都有責任 台灣屬於中國這樣的一個事實 是你、我、都有責任 包括我所有反省 我一再地指出 大家要好好思考 廢除中華民國體制 建立 讓台灣成為一個新的國家 那我們台灣就不屬於中國 我一再批判 台灣已經是獨立國家的這種說法 主張台灣已經是獨立國家的 這些人、這些學者 難道完全不知道 今天 不要說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政權 今天連民進黨的政權 政府的外交部 還是主張一個中國 我們只是一個政府 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台灣怎麼會已經獨立 建交公報上 是 台灣人納稅支持的 政府的外交政策 一直維持漢賊不良力 一直在維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去維持這樣的一個 我不是國家 我是代表全中國政府的政策 繼續跟北京在爭 漢賊不良力 這不是前面說這樣 後面又說另外一套 不是欺騙那是什麼 台灣怎麼會變成獨立國家 你自己對外又說我不是國家 我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 世界上哪裡有這樣的政權政府 世界上哪裡有這樣的人民 接受幾十年來的欺騙 還到今天弄不清楚 還來怪我說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什麼說台灣不是獨立國家 為什麼說台灣屬於中國 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 白紙寫黑字 中國包括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台灣大陸蒙古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台灣人 今天還把它當成憲法 乖乖在遵守的中華民國憲法 白紙寫黑字寫得很清楚 那這樣你說台灣不屬於中國 你還說台灣民主化以後不屬於中國 民主化以後的修憲還是一樣 憲法徵修條文裡面還是清楚的規定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還有省政府 台灣人還是依照這一部內容 是一個中國的憲法 來選中華民國舊政府的總統 來組成中華民國的立法院立法委員 還一再的主張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我們一開始就這樣了 既然台灣等於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那台灣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你自己的外交部政策 外交政策 你自己的憲法都講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這些都很清楚 大家也應該了解 這個不是我的主張 我沒有必要去主張台灣屬於中國 因為台灣屬於中國這個事實是 台灣70年來到今天還必然存在的自我主張 台灣人的政府 大多數的台灣人 自願維持現狀 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之下 台灣屬於中國是必然的結果跟事實 不要再說這個是我的主張 是 剛剛許教授有提到兩岸其實是 一直以來就是兩個政府 維持中華民國的體制導致台灣無法與中國 去切割 那台灣屬於中國是主要是來自於台灣內部的主張 那麼這邊要請教許老師就是說 您為什麼您強調 繼續去強調台灣法地位未定 以及台灣不屬於中國 是對整個台灣在建國運動上是不利的 甚至會造成阻礙 可不可以再進一步的說明 我向來沒有強調台灣法地位已經決定 我也沒有強調台灣屬於中國 我只是認為目前台灣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之下的台灣 主張台灣法地位未定 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 是非常矛盾的 自我矛盾 對於台灣建國的運動也會造成阻礙 原因是台灣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獨立等於是中華民國獨立 中華民國合法正當化以後 一般的台灣民眾 當然對中華民國習以為常 不會去思考其中的是是非非 造成年輕的一代 各界人士認為 舉作中華民國國旗 高喊中華民國加油理所當然 黨國體制之下所訓練培養出來的軍人警察 也認為捍衛中華民國 就是在捍衛台灣 那麼我們如何說不可以維持現狀 獨派怎麼能講說維持現狀 延續中華民國體制是不對的 我們如何說明維持現狀就有危險 是不安全的 必須要建立新國家 台灣必須要建國 它的迫切性需要性我們怎麼能說明 如何向拿著中華民國國旗的年輕人說明 你們這樣是在讓台灣屬於中國 你們這樣是支持中華民國的體制是在危害台灣 讓台灣無法脫離中國獨立 既然有人說台灣已經獨立 那吵吵鬧鬧要獨立的獨派 當然站不住腳 理由也說不清楚 我這裡舉出一個很嚴重的事實 最近有一位深藍的女強人 也是很有名的政論家女強人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誰 她平常還是算很有邏輯的 批評實證種種都很合理都有證據 她最近在不少的媒體場合指出 第一個她不再反對態度 為什麼 因為台灣獨立等於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 我深愛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 跟台獨一樣 那我為什麼要反對 所以她雖然不滿意 但是並不反對 她也認同台灣不屬於中國 台灣不屬於中國很好 我才可以過安安定定的生活 我還可以這裡批評實證 高談擴論 不會像李明哲一樣被抓去關 所以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 台灣當然不屬於中國 這個她也認同 再來第三 她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所以她堅決的反對中華民國 是非法政府的主張 認為廢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 她是覺得沒有道理 不應該這樣 為什麼 獨派你們不是一天到晚講 選總統就是國家 有軍隊 有人民 有土地 有政府就是國家嗎 中華民國什麼都有 中華民國不是在選 大家都在選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有自己選總統 中華民國的軍隊都寫得清清楚楚 我們的國軍都是中華民國軍隊 警察也寫得清清楚楚 掛著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都是有 所以中華民國你們獨派 你許教授怎麼可以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呢 當然是國家你們獨派的理論 自己這樣主張的嘛 中華民國是國家 當然沒有問題嘛 我依照你們獨派的理論 聽清楚地回答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國家嘛 第四個 他認為中華民國筆畫很好 八字也很好 他堅決地反對 改國號為台灣 已經有共識 大家可以大和解 以後大家只談政經上的一些 知知解解問題就好 怎麼樣讓經濟發展 政策哪裡不對 大家不應該互相在那邊爭論 台灣的前途 還有獨立建國的問題 這個不是很好嗎 維持現狀不是很好 在這樣的理論之下 如果我們堅持這些獨派 長久以來的理論 甚至導引出中華民國獨立 就是台灣獨立 那怎麼樣說服 所謂這樣的立場是違反現實 這樣的說法 台灣建國的理論 必須要面對很多問題 因為這個 它背後所代表的是 主張維持現狀的大多數台灣人民 我們獨派就必須要檢討 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的學者 我也在這邊在講清楚 你不必擔心我 一再的在各種場合指出 台灣屬於中國的 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去改變現狀 剛剛這個女強人所講 現狀很好啊 各種問題都解決 台灣已經獨立 中華民國也是獨立國家 大家都很滿意啊 你怎麼樣去 獨派怎麼樣去改變現狀 對主張中華民國是國家的 中華民國的執政黨 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你這樣是不對的 要講清楚去改變它 那更重要 獨派也要對國際社會說明清楚 那很難說明清楚 除非我們台灣人民 在台灣內部先改變現狀 先改變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國家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維持中華民國體制的現狀 否則你怎麼說服國際社會 來了解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國家 所以獨派應該思考的 不是在那邊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 一再的講台灣所與中國是不對的 而應該去思考 維持現狀之下的中華民國 台灣人是不是感覺良好 是不是感覺有危機感 如果沒有 那為什麼要改變現狀 維持現狀還可以延伸出 台灣已經獨立 台灣是國家 也可以等於中華民國在台灣 已經是國家 因為我們修憲 因為我們民主化 因為我們選總統 選立委 所以已經變成國家 中華民國也可以變成國家 那對台灣的建國運動是有利嗎 還有人會來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運動嗎 上述的原因 如果再加上 台灣人認為70年來 我們維持中華民國體制 都可以使台灣地位未定 都可以證明台灣是不屬於中國的 就像獨派所講台灣不屬於中國 現在台灣是絕對不屬於中國 甚至也可以使台灣變成獨立國家 就如同剛剛的女強人或是未來很多親國民黨的力量 也會逐漸的提出這樣的相同的理論來反駁 為什麼維持現狀是不可以 那麼台灣建國的迫切性 台灣建國的需要性 怎麼能說明清楚 必然阻礙台灣的建國 建國的力量沒有正當性沒有合理性 這是我最擔心的 我想簡單說到這裡 是 我想許教授提供了台灣人民 民眾一個比較橫向前面的一個思考點 大多數的台灣人應該是沒有辦法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這沒有辦法 這是台灣內部自我的主張 如果你針對本節目 還有一些意思是在邏輯上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提供任何一個思考點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有所謂的統獨的測驗 請歡迎隨時到我們民視台灣學堂台灣建國學 持續鎖定可以上網去做這個測驗 那今天很高興謝謝許信雄教授精闢的演說 我們下週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下週再見